第六百零一集 这里最大的药材买卖叫做大善堂,是大善派的人开的。这个门派有十名悬仙坐镇,在芒山千百门派之中,排名极其靠前,远远在我们悬崇派之上。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广,基本上,添加的一些罕见的药材奇珍都有。 陈彦给方寒介绍道 是吗?进去看看。 方寒举不久来到了一间巨大的药店门口,这药店上面刻画着两个字,大善。古老的石门,居然是雾神之石,混合了无数仙界神铁锻造,一股药气扑面而来,其中混合了起码上一种药材的味道。 果然是天界门派,和世俗就是不同。世俗之中,妙神骨的药材也没有这里多。 方寒点点头,已经根据气味推算了出来,自己要炼制的中骨圣铭丹,这枚王品仙丹其中,大部分的药材都有。 这位修士,你想要买些什么药材?是炼丹,还是直接购买丹药? 一进门,就有两三个身穿钥匙道炮的人走得过来,居然个个都是天仙。 看着方寒身躯一震,似乎是微微察觉了,他身上的修为是超越了天仙的存在,立刻身态恭敬了一些。 方寒现在表现出来的是超越了天仙的修为。 一般人都以为他是神仙,这样的修为可以震慑出很大一部分人了。 我要购买一部分的药材。 陈彦连忙把手上的一页金书递了上去。 这些药材,几个大膳堂的天仙,看看这页金书上面写得洋洋洒洒,数万种材料,脸上都显现出震惊的颜色。 这些药材有得十分罕见,我们大膳堂必须要调配。 还请两位到贵宾室去坐一坐。 当下,一个天仙就把方寒和陈彦请到了贵宾室中,其中几个人拿着药材向里面走去。 显然是一笔大声音,需要禀报。 方寒和陈彦来到贵宾室中,就看到了一幅惊人的场面。 贵宾室是一处巨大的平台,上面亡坐淋漓。 而在平台外面是浩瀚的太空,在那浩瀚太空之中,漂浮着无数巨大的星球,就好像一个宇宙。 这些星球都比世俗之中的星球要大得多,并不是天然衍生成的,而是人力塑造而成。 在那些星球上,豢扬了许许多多的鲜兽、灵药,一眼望过去,就好像巨大的药谱,真是一个大手臂。 一眼望去,星球无穷无尽,真有一些糟乳的味道。 不过,站在这个平台上,只能够观看,而不能够进入那宇宙中,获得药材、鲜兽等等宝贝。 因为在虚空中,无数强大的俘虏、进发,仙阵在闪烁,阻挡着赶于越雷池的人。 怪怪,这就是塑造宇宙的手段。 长文之中,修论到了神仙境界,就能够拥有这种手段,沉雁震撼道。 这也不算什么,方寒轻轻一笑,这个宇宙塑造的小了一些,对于一些规则的领悟,仍旧不太深刻。 这个宇宙的一些法则和天界的规则也格格不入,如果有人破坏,立刻就可以毁灭。 他的话,微微传播了出去,似乎散发得很远,又似乎在耳边。 嗯,老夫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宇宙,施展出安天大法,居然被你说得一无是处。 小子,你的口气很大呀。 一个声音传递了过来,虚空微微波动,在这个贵宾室的空间这种传递着,极大的威压朝方寒压迫过来。 陈彦啊的一声,差点跪了下去,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,那是玄仙的威压,他知道得清楚。 一尊玄仙,就算是上千名天线围攻,也会被屠杀得干干净净,两者可不是一个等级。 不过随后,方寒袖袍一服,他立刻如沐春风,所有的压力全部都消失。 就看见,一尊老者从虚空中一步步地走了出来。 来到方寒面前,寻找了一尊王座,大大咧咧地坐好,上下打量着方寒。 什么时候,玄仲派出了这样一位高手了? 玄仙的老不死的呢? 你怎么称呼? 方寒一弹指,那个被俘虏封锁的宇宙就动弹了一下,里面无数星球都有一种蠕动的感觉,隐隐约约,可以看到无穷的鲜兽,幻仰的生灵,大难临头似的,再来回奔走。 你居然能够振动我的鲜兽之术。 老者眼神一动,手指跟着方寒的节奏震荡,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仙界字体,鲍。 立刻,全部的震动都消失了。 方寒冷冷一笑,却不再动手了。 怎么,你不是说能够撼动我创造的宇宙吗? 老者冷笑连连。 哼哼哼哼哼,老夫姓己明封,大约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吧。 独树药王几封? 陈燕一惊,差点吓得晕死过去。 他曾经,一双召之间,一连堵死了三个门派的所有高手,甚至还包括三个同境界的玄线。 小鸭都不错,居然还知道老夫以前的一些事情。 老夫的倒数,既然号称毒手,就可以毒死一切人,号称要亡,又可以救活所有的人。 独树药王几封,端坐着,有如操纵人生死的帝王,看着方寒。 你是我大善堂的客人,所以老夫不会对你口出狂言说什么,但是除了这大善堂,你如果还是这样的言行,那老夫就绝对容纳不了你。 好了,现在咱们谈生意吧,你要的那些药材,恐怕是要炼制一门传说的王品仙丹吧。 不过,王品仙丹需要金仙大巨头才能够炼制,以你的修为不可能炼制得成。 不过我们做生意,只要你出原始丹,我们就敢卖,一口价。 等等,方寒摆了一些手势。 怎么,阁下莫非是不想做生意了? 独守药王几封脸色一寒,神色之中,居然有几分争鸣。 我当然想做生意,不过在下也颇为精通一些独树。 听见一独守药王的称呼,不由得寄养,不如咱们赌约一番如何? 这样,如果我赢了,你就把这些药材无条件地给我。 我若是输了,这一身的玄仙法则,甚至我的血肉之躯,就都归你了。 书画之间,方寒带着一丝挑衅的味道。 什么? 你要和我读读书? 独守药王几封,似乎没有听清楚,脸色一变,随后哈哈大笑起来。 哈哈哈哈 很好,很好。 我一身独树,已经修炼到达了独容天地的境界。 三千大道之一的大巨独树,也都修成了拥有圆灵,转世投胎的地步。 居然有人和我独斗这个,实在是令我喜出望外。 喜出望外呀! 哈哈哈哈 把身体之中的神通,修成一个个的小人,自己拥有灵魂,转世投胎,形成单独的个体。 这,就是玄之右玄的境界。 就算是玄仙之中,也很少有人能够修炼得成。 这独守药王,修炼成了,显然是玄仙之功的佼佼者。 那你,赌还是不赌呢? 当然,赌,这是你说好的。 小丫头,你就做个证人。 独守药王几风,一下飞了下来,突然之间,独物弥漫,整个天地宇宙一片四季。 独树药王几风,说动手就动手,大剧独树弥漫,整个时空都出现了无数的小人,每一尊小人瞬息膨胀,化为了一尊尊强大的剧独魔王。 独魔天下! 它是玄仙秀为,独树出神辱化,一身的独工,参无造化。 如果在世俗之中,只怕能够使得一个大世纪的生命都灭绝,在天界,他的独工更能够发挥出最大威力来,毫无顾忌地对方寒下手。 这独气之中,有无数残忍、血腥、恶毒的符咒,更有腐蚀万物的法则。 独工一出,天地皆亡。 独工是他最为自傲的一门,许多同境界的玄仙都对他的独工闻风丧胆。 现在,方寒居然也敢挑战他的独工,实在是令得他怒不可恶。 面对铺天盖地的剧毒之气,方寒一张口,无数的漩涡出现,居然把这些剧毒一下就吞了进去,全部吸入了身体。 滚滚剧毒腐蚀一切,连玄仙法则都无法忍受。 但是,一进入方寒的身体,这些剧毒之气就感觉到了金仙法则,立刻驯服。 一头头的剧毒魔王发出惨叫,被彻底裂化,融入了大剧毒素的符文之中。 啊? 不可能,怎么可能把我的毒这么轻易就化解,吞噬下去? 宣仙是不可能化解我的剧毒的。 独树药王几封眼神一鼓,眼珠子差点掉了下来。 虚空万患,古老大毒。 方寒动手,一个弹纸展开了反击。 大剧毒树和成千上万种的剧毒神通,凝聚成了一片剧毒幻影。 在那幻影之中,光坏陆离,鱼龙蔓延,有山有水,有天堂有地狱,全部都是色彩斑斓的剧毒组成,四真四幻,笼盖四叶。 这是虚空万患古毒,药神古的绝学。 方寒杀了药神古的少主,还有不少高手,都一一练化,自然得到了药神古的秘籍,还有诸多神通修行的法文。 药神古在天界,也是一个巨大完派,流传下来的神通都是无上大仙术,如果修炼成功,又不可思议之威。 方寒拥有三十三天至宝的周天仪,八步浮屠的天命球,现在又得到了一部分的金仙法则,把一切神通都修炼到达顶点。 这虚空万患古毒施展出来,真有一种毒化万患的味道。 瞬息之间,就包裹住了毒手药王几封。 啊,虚空万患古毒? 几封大吃一惊。 你是秦州药家的人? 方寒并不回答,左手一圈,万患古毒缩小,向几封危困了过去。 瞬息之间,一个剧毒宇宙凝结成形,把几封摄取进入了其中。 几封怒吼连连,连连施展剧毒魔工,但却始终无法突破这片剧毒宇宙。 不由得长笑一声,生裂金石,一道长剑从手上飞了出来。 居然是一柄仙气,上面药香阵阵,刻画有两个古老的仙界文字。 天衣。 他人剑合一,一下就把剧毒宇宙斩破,脱身出来。 白红灌日一般,击杀方寒的头颅。 方寒头颅紧缩,一指点出,暗暗蕴含至天圣法,点在了剑尖之上。 嗡! 那仙气长剑发出一阵阵的轰鸣,弯曲成了一张弓,怎么都无法刺杀进方寒的手指。 可惜啊,我的实力没有完全恢复,否则的话,一指就把这仙气长剑点碎,一炸就能把这独树药王几封打扁。 方寒心中暗道。 怎么? 独树药王,我们不是说好比拼独树吗? 你怎么连仙气长剑都试斩了出来? 莫非要比拼所有的神通? 你 独树药王几封把仙气长剑一收,一双眼睛看着方寒闪烁不定。 居然能够用血肉之躯的手指抵挡住我的天衣剑,你的肉身到底有多么强大? 呵呵呵,这个先不说,咱们要不要再比拼下读书? 方寒摆摆手。 哼,老夫这一次是认栽了,想不到碰上了青州药价的人。 独树药王几封似乎有些不甘心,但是却也爽快地认输。 你要的那些炼丹药材,老夫就贴给你,你等着。 说话之间,他连连从虚空之中抓涉,体内凝练成的国度中,无处散发着强大法力的药材从身体之中飞了出来,化为一片晶体,最后缓缓地飞入了方寒的手中。 送出药材的独手药王几封,有一些肉痛。 这些药材,最起码价值数十万元食丹,这次老夫是大败亏输,血本都丢掉了。 不过,你如果是真正炼着网品丹药,丹成之后,价值要翻十倍都不止啊。 我看你药术精深,有意的话,可以成为我们大善堂的炼药师。 再说吧,方寒点点头,用神念查看着药材,突然之间,脸色一变。 独手药王,这些药材之中,缺乏了最为重要的一味,圣灵之邪。 没有这味药材,我根本无法炼这丹药。 那也没有办法啊。 圣灵之邪,传闻是上古圣人遗留下来的鲜血,化入天界泥土中,生长出来无上灵药。 本来,我们大善堂有一株,但是,你来得不巧,今天被买走了。 买主是天庭的使者,中州王者大派于化门的爵士天才。 当然了,你如果肯做我大善堂的炼药师,我大善堂,必定会想办法从外面调配圣灵之邪,给你使用炼制丹药。 好意心领了,让我考虑考虑,方寒神色不动,收起了这些药材,身躯一动,就出了大善堂,来到宽阔的街道上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笑说《永生》第601集,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